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看看2016年HKDSC化學卷一甲部的第32題 這個題目來說是課題11 碳化合的化學 大家看到它這次給了一個阿斯伯田 這個阿斯伯田大家看到是一個人工的增填劑 結構就是這樣 接著它就問 關於阿斯伯田的分子裡面的陳述 哪一個是正確 第一就說它有兩個G的基團 大家看到G基團來說 在結構來說應該是有C雙O的 大家看看C雙O一定是頭尾夾碳的 大家看到 在這裡來說 如果只有C雙O 是頭尾夾碳的話 我們只得這個基團 同學也看到 右手邊這一個是G 左手邊這個應該是孫來的 所以這個答案 只得一個 如果這一個是有兩個的話 其實這個是錯的 至於第二個來說 它就說 這裡有兩個首聖碳中心 大家同學如果還記得 首聖碳中心的要求就是 基本上來說 應該是有四個不同的基團 但是同學也看到 當我們如果看的話 其實如果像現在同學看到的這些碳 它有凸出來的情況 也就是說 意味到後面有一個凹的 但是同學看到 在這裡來說 這個一個碳 是博的基團 是碳 這邊博的C雙O 這個博的是淡 而第四個 應該是他的兄弟 所以這應該是首聖碳 同學看到 畫到這些位置的話 只要看一看 頭尾這兩個基團 是不是一樣 如果不一樣的話 也就是說 根本上這兩個 都是首聖碳來的 所以在這裡來說 這一個是首聖碳 而這一個 都是首聖碳中心 所以同學看到 題目上面 就說有兩個首聖碳中心 基本上這一個的答案 是正確的 所以這裡來說 第二個答案是正確的 而第三個答案來說 同學看到有兩個閃機機團 但是同學也看到 如果要閃機的話 先跟大家說說 要閃機機團 一定有C雙O NH 同學也想到了 在這裡來說 它有C雙O 但是同學也看到 在這裡來說 C雙O來講 可以是這個C雙ONH 或者這個C雙ONH 但是大家看到 這個C雙O 只可以跟其中一個NH 叫做閃安 所以 我們只得一個閃安 所以這裡來講 題目上面 有兩個閃安 這個也是錯的 所以答案 如果是一三錯 只有第二 所以答案 應該 答案是 B C雙ONH 只有2